228事件过了67年了 有些受难者的家属选择淡忘伤痛 有的坚持要还原真相 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跟台大医师柯文哲就是类似的例子 像林毅雄就说 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后人要引以为鉴 不追求真相对不起社会 而为了这个社会林毅雄也打算要筹组新政团 28事件67周年身为受难者后代 台大医师柯文哲选择淡忘不愿再回想 不过一句不一定要追究谁是元凶 让赵瑜灭门写案上市至亲的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 相当不以为然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对于一件历史事实 一定要有详细的事实呈现 作为后代的一些教训 那是历史教训 那如果把一件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们就不肯认真地去把他原委探究出来的话 那对不起我们的整个社会 尽管事过近千三四年前灭门写案地点 已变成教会 幸存的大女儿林幻君也早已成了五个小孩的妈 林毅雄一家人每年还是会回到故居悼念 举办追思纪念 追思王母和爱女淡出政坛 也退出民进党的林毅雄很少公开露面 但今年不止首度出书谈写案 更积极筹主政团和民进党有互别苗头的一位 不会我们希望台湾的比较追求理想的这些人 能够一起去做一些对台湾有益的事情 那至于其他人怎么样考虑 怎么样想那大概都不是我们考虑的 不否认正在酝酿政坛新势力 希望凝聚社会进步力量 让台湾更好 林雄不谈民进党表现 不寻求民进党奥远把台湾放在第一位 这位民进党前主席仍然打算选择一条人烟稀少的路 UDN TV 胡锦涉 李光轩 台北报道